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我所说的微整形 通常我们治病中心 最常做微整形这类的手术 主要服务对象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去改善它的容貌 去改善它的体态体型 或改善不滿自己的皮膚 這類病人通常會有要求改善 一般屬於甚麼年齡層 如果說年齡階層 一般接受這類整形 或是整容或是未整形都好 都是年紀比較大 但現在是日趨年青化 為甚麼呢? 因為社會要求 打個比喻 現在要找一份工作 現在競爭越來越大 如果沒有好容貌 本身都是少了競爭力 所以很多人要求 年紀越來越年輕化學 要求做這類微整形 一般性別較多 都是女性居多 所謂女為月己者容 始終女性比較多 但同樣來說 現在要求做微整形 由於變化力 以及男士要求做微整形 亦趨向多了 男士會做甚麼? 他們亂呼 例如暗瘡 這些字 他們一樣要做 例如瘦臉 我自己的病人 有時會做瘦臉 都有的 都是微整形 這類的